一邊一邊,這個就是窟窿刷 這邊叫做鬥狗刷 然後打掉的叫做顏色斧 房子在這邊 到溪底,在上來,在緩轉 給你看看,這個就是緩轉過來的 這處在哪裡看不到,已經有營地了 然後顏色斧 像剛才這些例子 一邊的,反差坡的大石頭 另外一邊的,就整個大地化 你碰到這一類的,那不用說 沒有什麼,活著,你會拜祢說就好 拜什麼行動都好,拜牙縮拜祢都可以 那個真的白相實,沒有辦法說 人力守無法抗議 另外,你能再講 瑪雅立法的什麼什麼有沒有 如果像是發生在恐龍大媚劫的年代 跟現在比起來 跟人類製造內統造成的種種這些災情 哪一個比較激烈都很難說 統龍大媚劫以來的媚劫數歷 按照生物學的理解 就是媚劫數歷,還比不上現在 人自決魂滅自我作見的情形 比不上人的自我造內 那我們來看看台灣 台灣其實應該有一個中級人口政策 譬如說維持一千五百萬以下 那台灣隨便自理都是大同事件 超過一千五百萬到兩千萬之間 政治簽名,那頂多造成小同事件 超過兩千萬人口 大概就是不同世界 為什麼啊 像現在內政部就北台 還有台灣現在你看 都是外籍人口外籍的新娘在生 到了接著下一代 我們的人口秉職士是不是不會下降啊 李光耀是不是鼓勵他們新加坡 大學生要多生小孩 要不然都讓那些貧窮 那個低下階層一直生小孩 將來整個民族會變成類根性 夭壽喔 這個叫做生物決定論的恐怖的言論 你是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溫床 你知道這一類的講法都是什麼 都是既得利益的維護者的話 我告訴你 第一一句話太平也會出得好順 為什麼 一定會有病例啊 你知道如果說 一個族群裡面出現一隻白色的老鼠 你馬上把它殺掉 請問你要出現到第幾代 要殺到第幾代 可以把白色的因子 從這個族群裡面全部殺光 根據族群遺傳的計算 答案是第N代 N等於無窮大 什麼意思啊 如果白子是一個遺傳特性 你要殺到第N代 都沒有辦法根據 如果追求公平 追求正義 是人類DNA裡面的一種註記 那麼你殺光人 只要是有這樣的人再繼續殺 殺到第幾代 還是永遠會出現這樣的正義之事 你不用擔心 你不用擔心你是弱勢 你是怎麼樣 寒年兒怎麼樣 放心 那是如果講真理 這也是真理 這還是數理真理 在過往 剛在談的前提是談什麼 兩口政策 對不對